CP0 为何突然前往 爱格赫德 波尼为什么在路飞面前 痛哭流涕 黑胡子海贼团 碰撞红星海贼团 究竟路是谁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网君 海贼王动画1092级更新 标题为 波尼的痛哭 未来岛上潜藏的黑暗 数据上回 路飞等人见到了一位可爱的盼头女孩 对方也是贝加庞克的分身 5号狂暴 阿托拉斯 目光转到某片海域 一艘CP0的军舰正在开往未来岛 船上赫兰有三名CP0 假面杀手 路奇 卡古 斯图西 此时 卡古说起一段贝加庞克的传闻 贝加庞克由于太过天才 时间根本不够用 于是他就把自己分成六个人 制造出六个分身 每个分身都继承了贝加庞克的一种品格 分别是1号正直 释迦 2号邪恶利利斯 3号思想 艾迪森 4号智慧 毕达格拉斯 5号狂暴 阿托拉斯 6号欲望 约克 或许只是 路奇感叹 天才还真是麻烦 他还说出此次行动的目标 除了送还赤天使小熊之外 还要消灭全部的贝加庞克 另一边 三个大吃货在未来岛大吃特吃 路飞 乔巴 波尼都把自己吃成了大胖子 看来食物制造机能够完美取代三只的地位 接着 阿托拉斯说道 大家可真能吃 肚子都鼓鼓的 沈平立刻为自己生变 我的肚子本来就这样 接着 一只机器狗回收弯开始回收空盘子 由于路飞乱丢垃圾 他还对着路飞 乔巴 波尼三位大胖子 疯狂追咬 这下得三位胖子四处逃窜 这时 阿托拉斯注意到宇宙怪兽正在喷火 随即 阿托拉斯向大家告别 临走前 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就是发飙 这时 路飞在岛上见到了其他人 波尼猜测这些人是科研人员 但他不理解为什么这里这么凉快 这些人身上却穿着看上去特别厚重的衣服 突然 路飞走进一台机器 机器提醒路飞选择衣服的风格 没想到路飞挑选后居然穿上了新装备 这种衣服格外的轻扁凉爽 充满科技感 路飞说 只要进入这台衣服机器 就会自动变装 随即所有人都进入机器之中 开启美少女变身 就这样 路飞 波尼 瞧吧 圣平都换上新衣服 圣平属于南国风 乔巴属于未来风 波尼是战斗风 此刻 路飞突然提醒大家 熊正在向这里走来 只见一个身穿警察衣服的和平主义者冲向路飞等人 他的目标就是逮捕路飞 原来这座岛是个黑店 在岛上吃东西和买衣服都是要给钱的 见状路飞四人赶忙逃跑 但和平主义者却瞬间追上 口中喷出雷射炮 恐怖的爆炸瞬间出现 让迪达拉为直播间偷偷点赞 面对和平主义者的轰炸 路飞决定自卫反击 他发动三档叠加武装色 正面硬钢雷射炮 想不到玻尼竟然出手拦下路飞 原来熊就是玻尼的爸爸 是玻尼唯一的亲人 就算众人眼前的是和平主义者 玻尼也不希望这个和爸爸长得一样的人受伤 或许此事路飞等人十分吃惊 玻尼则是拜托大家停止攻击 目光转到新世界的某片海域 红星海贼团正在悠闲的航行 突然前方出现大片白雾雷光涌动 没想到从雾中出现的 竟是黑胡子海贼团 在黑胡子的巨大战舰面前 罗的潜艇就像一片树叶 黑胡子身边还有着许多干部 他们都得到了强大的果实能力 包括并并果实能力者 传仪毒Q 顺仪果实能力者 狙击手 万奥加 莉莉果实能力者 格斗冠军 巴结石 就连毒Q的马 也是马马果实 荒兽种 天马形态能力者 而黑胡子 更是可怕的四皇 闪金高达 39亿 9600万 黑胡子海贼团 碰撞 红星海贼团 大战 一触即发 好了 以上就是海德王1092级的全部剧情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三连 订阅关注 收藏 分享一下吧 你动动手指 真的对我特别特别特别重要 谢谢大家 拜拜